胡仁在今天的比赛里 134比118战胜老鹰取得4连胜 本场比赛威少打空位门克打得分后卫 约翰逊和布拉德利打前锋线的卧龙凤楚 詹姆斯则打中锋 詹姆斯24中13得到32分8篮板9助攻 门克20中11其中3分12中7得到29分 布拉德利则得到本赛季个人最高的21分 这也是詹姆斯本赛季第5次作为首发中锋出战 胡仁在这5场比赛里5战全胜却场均得到达到127分 胡仁要想赢球 就让老詹打中锋好了 虽然这会加大老詹的消耗 但这却是胡仁的赢球密码 老鹰这边克林斯和卡佩拉搭档内线 这个内线组合在联盟也是可以排上号的 但就是拿胡仁的小个阵容没有办法 其中关键原因是克林斯和卡佩拉自主得分能力差 缺乏内线单打 所以詹姆斯打中锋在防守端压力也不算很大 杜拉德利和约翰逊作为前锋经常回收到内线 帮詹姆斯包夹 这也分担了詹姆斯的防守压力 詹姆斯最近的状态非常好 他已经连续10场得分超过25 他已37岁的年纪连续10场得分25 也是NBA的记录 这也说明詹姆斯的油箱里还有很多油 胡仁的小个阵容最大受益者是门克 门克在过去6场比赛里 场均得到22.2分投篮命中率55.4% 3分命中率49% 3分出手8.24 这也说明胡仁的小个阵容 让每个球员都发挥了自己的特点 本场威少14中4得到9分11篮板13助攻 他打低也非常合理不再痴迷于投篮 詹姆斯和威少都在努力给门克创造空位机会 这也是门克现在效率高的原因 要是胡仁继续打小个阵容 意味着戴维斯在球队的作用会降低 从戴维斯本赛季的状态看他防守不积极进攻 没有3分无法为队友拉开空间 战术地位大幅下降 如果有可能的话 胡仁应该交易戴维斯提升球队的阵容 除非遇到76人那样有大中锋的球队 胡仁很多时候可以让詹姆斯打中锋打小个阵容 如此可以很好地发挥胡仁球员的特点 美眉Banalysis也是建议胡仁和热火 做一笔2换5的交易 胡仁用戴维斯和小乔丹交易得到热火的阿格巴约 希罗、塔克 2025年首轮 2027年首轮 如果胡仁和热火能够达成交易 胡仁就是总冠军的阵容 阿德巴约可以从1防到5在防守端非常积极 可以在胡仁发挥很大的作用 希罗则是一个得分能力出色的第6人 他甚至可以取代蒙克出任首发 而塔克则有丰富的比赛经验 也是出色的外线防守队员 他可以取代布拉德利 约翰逊中的一个和詹姆斯搭档 而胡仁还可以得到热火的两个首轮 胡仁真的转翻了 站在热火的角度 他们不会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得到戴维斯 但是热火确实有得到戴维斯的理由 可能戴维斯能换来阿德巴约和希罗 就会让胡仁非常满意了 这也为胡仁提供了一个思路 既然张黄为中锋的首发阵容 可以5胜0负 那就应该交易戴维斯提升球队的阵容 如果胡仁能从戴维斯的交易里得到好的球员 胡仁夺冠的可能就会大大提升 就会让胡仁夺冠的维斯提升